M21 News 歡迎收看M21 News 我是譚惠敏 每逢農曆新年 不少人都會應節貼輝春 除了有印好的 還有書法家幫人寫輝春 由梁思齊報道 四種不同字體 寫出大家的新年願望 科技發達 不少人都會買輝春 但印好的和手寫的輝春 兩者意義就很不同 中國的文化和傳統 即是承傳 歷代都是這樣傳下來的 而輝春的意思就是 將去年不開的不好的 不好的東西全部都輝出去 即是即席輝號 現在裝飾品、印刷品 就不是輝春 所以你要寫輝春 你就一定要寫人手寫的 馮少華自小學習書法 幫人寫字已經超過了30年 除了寫書法之外 還有幫電影提字 但每到新年 他都堅持要手寫輝春 印刷的輝春 它就可以一個版 寫一種詞 可以印無限 手寫輝春 第二秒 寫完這一句 然後再寫 就沒有重複 只有一個 多一無二 年輕一代對書法沒有興趣 作為書法家 始終要接受 因為這些是很傳統的 很傳統的輝春 現在逐展被一種潮流 裝飾品取代了 不是取代了 而是佔很大的份額 始終有些很傳統的市場 他希望將書法發揚光大 令更多人而愛一門 中國的傳統藝術 M21news記者梁芝齊報道 深井曾記燒我酒家 早前向城規會申請 將陳記廣場改建成一座22層高的酒店 有據聞說區內設施不足 擔心旅客數量上升 會加重區內負擔 由浸會大學傳理學院的同學報道 深井屬於住宅區 大約有4萬多名居民 但是配套設施有限 交通亦都不算方便 成規會收到72份意見書 當中69份都是反對意見 有居民擔心人流忽然增加 社區會負荷不到 例如油局、診所 政府的醫療診所好像保密 商戶由做生意的角度出發 看法就有不同 有食市老闆支持改建計劃 希望改建完成之後 會多些生意 我也贊成的 為什麼呢 深井多些設施 會變成人流多些 會出眾繁榮 有時候客人會進來走 都有幫助的 我們嘗試過聯絡 曾記銷我負責任 但是他因為不在香港而未能回應 立法會旅遊界 以炫耀施榮就認為 喜酒店可以為及附近地區 增加就業機會 深井附近近屯門 再那些就是天水圍 過了橋之後就是東涌 這三個地方現在某程度上 就業情況都不是那麼理想 很多都是跨區就業的 如果有旅遊的項目出了之後 剛才說的食肆、零售 或者交通這方面的生意會多了 對當區的就業 或者周邊地區就業 有一定的幫助 姚思榮又認為 深井居民應該趁這個機會 向城規會反映 希望改善配套 和增加社區設施的需求 廣播新聞網記者 黃思恆報導 又到網絡精選 馬年就快到 不如一起看下 關於馬的有趣短片 片段裏面 有突然大叫 而嚇親人的馬 有訓導發出避寒聲的馬 也有很聰明 懂得自己開鎖走出馬房 常說 人類最好的朋友是狗 但其實人和馬的感情 都可以很好 這位小朋友和馬 在花園裡追逐和玩 展現了小朋友 和動物純真的一面 今集時間差不多 祝大家馬年進步 再見